继续 酒不错 真是稀客啊 范先生 真的有空来看我 想你啊 邓老板 你好像瘦了 脸色也不太好了 怎么 自从克伦商战打败了 你损失了几百万 好像就有点一蹶不振了 堂堂的虎记 没这么不惊打拔 莫非董老板 真的是虎落平阳了 我又没开银行 没犯兴你那么财大气粗 你没开银行 可有人开了 那是人家的本事 怪只怪董木人以前啊 自不量力 没伤着别人 反而害了自己 看来你怕了 我还真是怕了 但我怕的不是敌人 是朋友 关键时候拆台的是朋友 不给你面子的也是朋友 所以啊 我怕有朝一日 咱们和同我那一刀的 还是朋友 怪不得董老板 这么不待见我 是为了那张地气吧 为了一张地气 伤了咱们的和气 值 但这件事让我看明白了 我董某人在范先生那儿 没面子 朋友 面子 董老板 我先告诉你 什么是朋友 你要是缺钱 你说话 八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 还是一百总数 只要你开口 我范先生肯定给你 可是你在为谁要地气啊 周汉良 我还奇怪呢 董老板的上海滩 混了这么多年 谁是敌 谁是友 你搞清楚了吗 你找我要面子 你的面子 应该到周汉良那里去找我 那你今天来 是帮我找面子的 对啊 我就是帮你找面子 来 你当初要跟周汉良斗 你来找 我二话没说 我跟你说了 我拿整个大城银行 来做你的后盾 我说了 我也做到了 董老板 你认为价格大战 我们输了吗 我告诉你 没有 这种输法 我不服 不 我还要跟他斗 这回我要好好看看 他的命有多好 会不会 还有这么多人忘了 这次我来找你 是一定我决定 你也厌不下这口气 当初你找了我 今天要报仇了 我要是不找你 那是我不义气 那你打算拿什么跟他斗呢 你听说了吗 共舞台 现在是上海最热闹的地方 这戏啊 就从屋里唱到大门口了 水泥 对 是水泥 上海的水泥是茶的 不 全国的水泥是茶的 是谁的 是日本人的 周汉良 这回是找死 日本人说一不二 不是闹主 从来就没服过人了 如今诸事会社找到了 答应给我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条件是 共同对付周汉良 董老板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既然是朋友 咱们二于天多了 我给你一半的股份 不会是白拿钱吧 你再打价格战 我可真是打不起了 这次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用担 就跟白拿差不多 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吗 你手下不是有个颜样的 打上战 有的时候用钱 有的时候用人 这么说 范先生是又要杀人了 该杀的时候 我绝不是乎人 这买卖我不做 你说什么 我说 这种买卖我不做 看来你真的是怕周汉良了 我不是怕的 我是恨的 我跟周汉良的账啊 一笔一笔 其实记得都很清楚 这么多年了 我动过无数次念头想把他给杀了 但是斗来斗去 越斗才越强 越斗我的名声越臭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可是我是想明白了 他斗 他靠的是什么 他靠的就是这把穷骨头 不服输不怕死的这把穷骨头 可就是这把烂穷骨头 他让人高看一眼 我靠的是什么呀 洋人 洋人恰恰是最靠不住的 你越靠洋人 越让人瞧不起 你靠洋人 你把周汉良斗赢了 把他斗死了 我又能得到什么呀 除了钱我还能得到什么呀 败类 民族败类 就这种名声 走出这门去 那拉车的擦鞋的 甚至是那要饭的 他都敢往你头上扔石头 而且是明目张胆 理直气壮 为什么 因为我是民族的败类了 这还真不是我洋人想的 这还真不是我洋人想的 这么贪劳我发现了 你要是真想和周汉良斗 让日本人混战 就咱们俩 我可以两个人 董老板 你真的是活明白了 怎么 你怕死了回不了宁波 人得识时务 现在日本人瞧得起你 你在上海 就会有点反事 好好看看 日本人什么来的 再过几年 整个上海 都是日本人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想八戒 恐怕已经盘盘了 来 走 我对你去探索 逐温 可是挑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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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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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了 没有 心火水泥 上海未有 真正伯父 坚硬如甜 我求求各位了 让我把这五百一千送出去 大伙好啊 你们这帮纯爷们 行不行啊 姑娘 你来试试好不好啊 我给你一块砸 你要是砸烈了 我给你一千 要砸断了 我给你两千好不好啊 黄老板 你可真会开玩笑 黄爷 我从来不开玩笑 这有什么呀 你看 又是挺沉的 来 爷们们 谁来呀 黄老板 我来试试 这大哥好 来来来 好 好 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白先生 多瞅会 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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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闹开 闹闭儿子都给我闪开 快 闪开 快 闪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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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想闹事是吧 你 你个破唱戏的 不好好开你的西原子 站在马路上为我 看你这西原子是不想开了 小子 你也不打听打听 在上海滩 你皇爷开的共舞台 还没听说过哪个流氓敢砸场子 爹我今天还静出来砸场子 弟兄们 上 你也学会下山沙 赵家里 赵经理 赵经理 慌善 有什么事你慢慢说 怎么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了 天才 赵老板 不知道哪儿来了一虎流氓 冲到共舞台 把西台给砸了 黄老板那儿伤了很多人 赵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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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展啊 怎么不展啊 闹事也不挑个地方 这什么地儿啊 这上海男士警察分局 李二 二局长 大小姐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您威风啊 不敢不敢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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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您来 有失愿赢 别赢了 您这衙门口 没事我真不敢来 我今天来就一个意思 想向你们警察局讨个公道 就这些人 刚才在共舞台门口 拿着砍刀和斧头 贱人就杀 贱人就砍 这是您管的地盘吧 是 是 那有王法吗 有 肯定有啊 我的地盘最像王法 是这几个兔崽子捣乱是吧 您交给我 哈妈的 哈妈的 你们 你们 在我地盘闹事 知道她是谁吗 这我们东家大小姐 你们给她倒落 就等于不把我李本德放在眼里 知道吗 知道不知道 行了 这都是些小鱼小虾 是是是 是 没错 就几个混混 我的要求很简单 让你们警察局 立刻查出幕后指示 好 呃 今天 我连夜突沈 明天 明天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咱们可说定了 明天 我等您回信 那行 呃 一定一定 一定 把这事给您办偷 啊 局长 干嘛 什么事 呃 大小姐 这个事您就放心托给我吧 啊 呃 您先回 您看您这阵势全在我这儿办不了工啊 对对对 是我不对 打扰您办公了 对不起啊 别别别别 瞧您这话说的 不敢不敢 不敢 宋大小姐 走吧 跟我们车子 去一下吧 你还是等下 好呢 就快了 那我怎么能准备啊 我怎么在这儿了 那我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在那儿了 你怎么在哪儿 我怎么在这儿呢 我怎么在这儿了 你怎么在这儿呢 喝杯茶 我可没那个牙齿 我怕 我怕进去了 我也遇到了一家大小姐 你多为难啊 我们 合着里边捆着那几个兄弟是您的人 那你说呢 那您这是又跟周汉良掐起来了 不光是我 还有日本人 是周汉良非要跟日本人叫板 周汉良跟日本人叫板 那他也太不识抬举了 你帮谁呢 我 我这事大了 范先生 这 而且 我们家少爷没跟我吩咐过这事 是 范先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以后 每个月的头一天 你都能收到五万块钱的识评 不是 范先生 这五万这里太贵重了 我这瘦子受之有亏啊 不过 拿了我的钱 就要听我的 您不就是让我把那几个兄弟给放了吗 我回头就给他们放了 我再摆桌酒 给他们压一惊 您看行吗 我说的不光是现在 以后 我让你放谁 你就得放谁 我让你花谁 你就得放谁 跟着我 就是跟着日本人 有日本人跟你做靠山 要钱有钱 要官有官 拿了我的钱 有些话 咱们得说清楚 从现在开始 董志恒 不是你的老板 我是你的老板 听清了吗 听清了 来 下这一堆 哥 那帮人去帮会的 可咱们跟那帮帮会的人也没仇啊 帮会嘛 什么仇不仇的 谁给钱替谁卖命呗 我 知道吗 初遥 你没事吧 没事 从来就没这么痛快过 不行明天的戏台就先撤了吧 不行明儿照摆 那帮混蛋如果再来捣乱 我让弟兄妈妈死里打 初遥哥 放心吧 明天我带上一二百兄弟给你助阵 我看他谁敢闹 成 那咱们就接着呗 一块儿 对 大宝二宝 师父 加价了加价了啊 砸裂两千 砸断四千 哪位爷们上来试试啊 王老板 我来 请 各位 别给我捧个场子 老板 我来 在我眼里你是个纯爷们儿 就是他 我来 三一五八 他跑了 您看 就这么点小事您还特意跑了一趟 我这刚说办完手上的公募啊 给您去恒通银行汇报呢 不敢 我知道您公募繁忙 我再亲自上门来了 我想问一下 昨天抓的那几个人 您打算怎么处置啊 放了 放了 早上刚放 不过您放心 那几个兔崽子 我没少让他们吃苦头 每个人最少在家给我躺一个月 你真让我长见识 您 你就是这么执法无偏的呀 大小姐 偏了 真偏了 人家说了 黄初流把戏台子摆到了大马路上 影响了大家做生意 那几位是大家选出来的代表 去找黄老板谈判说理的 黄老板倒好 一见着人家是张嘴就骂伸手就打 生生把人家给打极了 人家是被迫自卫 这才引起的群偶 头回听说 有戴着斧头和砍刀上门奖理谈判的吗 打极了吗 那可不是抄起什么就使什么吗 打个架嘛 动动手 打一架 没死人就完了 别结仇 您的意思是说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您不管了 管呀 这事我肯定得管呀 我刚听说 黄初流今天这戏台子 还在大马路上搭着呢 这叫什么呀 这是招事 明摆着在叫号啊 我一会儿派兄弟去 先劝他 他要是不听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得直接把他戏园子封了 别呀 那哪够呀 我借你啊 连我的恒通银行外加龙计 你一块儿给封了 那你们警察局多威风啊 大小姐 您这一说什么就往大了说 您吓死我得了 我哪敢封您银行啊 没有您什么事 您就别往自己身上扯了 李二 今天我在这儿把话跟你说清楚 黄初流把戏台摆在了大门外 那是给我的新火水泥做广告 不是我往自己身上揽事 这些流氓就是冲着我来的 要是有一天 我也被乱刀砍死了 那是不是按照你的执法无偏 就判个群殴 我就白死了 大小姐 您是明白人 您说这上海滩 除了大官就是大亨 现在又来了日本人 我们这小小的警察局 谁都惹不去 您说的那新火水泥厂 那是周汉良等 全上海都知道 周汉良这个人啊 做人做生意都太张扬 太过分 你办了个水泥厂 你想打广告 你跟谁说了 你什么招呼都不打 就张牙舞爪大摇大摆 走到大马路上大声叫慢 这叫什么呀 这叫破规矩 你说人家是流氓来砸场子 那人家还说呢 你这是破坏商业秩序 你都懂什么是商业秩序了 学习嘛 这得不断学习 你少跟我兜圈子 别一嘴一个人家 人家是谁啊 你给我说清楚 您让我把这话都说透了就没意思吧 您自己想想 这泉上还有几个做水泥的呀 它不就一家吗 你说的这一家 就是日本人开的日新诸事会社吧 这是您说的 我可什么都没说过 我就知道日本人可不是食宿的 那不好惹啊 话说到这儿啊 您啊 还是我给去劝劝您的阿良哥 反正他也只听您的 好意啊 我这可真是好意 您跟他说 别以为自己打赢了几个商战 就什么都敢干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日本人什么人 那都是狠主 敢抛斧的主 抛斧您知道吗 哎 正常的风缸短刀 插插擦干净之后 铺撑先触进进 看看看看 嘴哇一脚锅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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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对自己都能下阵 何况别人 哎呀 能得做人哪 得实习啊 那你给我指条路吧 指路谈不上 不过摆平这件事呢 也容易 让周翰良登门给日本人道个歉 求得人家的原谅 想做水泥生意是吧 简单 只要日本人点了头 那你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吗 李儿 从你在我们家做跟班起 多少年了 那得好几十年了 那不怎么忽然就忘了 想你是哪一国人啊 中国人啊 李儿子 李儿子 你以为我在这边 当过几十年了 就永远都是你们家奴才啊 拿了我的钱 拿了我的钱 就是这么给我办事的 啊 我是让你去打人 我是让你去爱他 上了七八个不说 我让人家当成破桌了死 我还得贴上老袋 替你胡打头去输人 人家现在戏太子又大成了 这就是你 这叫我得幸福 说 怎么办 不是兄弟们不得力 是兄弟们都有所顾忌 动起手来 不敢下狠手啊 为什么 大家都清楚 共舞台的黄老板和你是一兄弟 兄弟们 怕真打出了三张两乱来 不好想范先生您交对啊 你他妈脸还挺讲交情啊 你给我听好了 我范晓恩 从小就是个孤儿子 现在也是狗家狗人 我给你钱让你去杀人 他就是我亲爹亲儿子 你也得拿斧子给我砍 砍不了他 我就砍你了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但是明天必须把这件事情过开 否则就赶紧地卷的铺盖地过跑 但是 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我得把你做了 乖 乖 乖 你还要回机会 我给你帮你一爹 那你怎么走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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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好 谢谢啊 汉辰 别忘了把茶沏过来 我搞清楚了 我们的对手是日本人 所以日新出示会手 就是他们 上海的水泥市场 一直是他们在垄断 现在我们也开始做水泥生意 这就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你说 到上海之后的每一桩生意 都说我遇到 得唯独开办水泥厂 顺什么道 我还为世道骗老实来应该呢 这倒好不闹什么道 一闹起来 直接用刀砍应付个屁 这是本着杀人来的 二亮 你真的要当心日文人吗 我原以为还是老一趟啊 先谈判逼你就范 谈不成就打价格战 你真的没两个规矩的奖吗 你不能指望日本人跟你讲规矩 不讲理有不讲理的玩法 我读规矩 我教他们咱们读规矩 贵子小姐 我没让你失望吗 我没看错人 你是那种 说到做到的男人 既然是合作 我就得拿出点诚意了 不然 贵子小姐会瞧不起我的 这么说 你本在意我 你说话 是不是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不是都已经做了吧 我 可你做的还不够 你以为 找一帮流氓 去打打杀杀 砸个肠子 就能吓住周汉良吗 你曾经是他的义兄弟 周汉良 要是那么容易被吓住了 那他 早就应该 老老实实听话了 所以啊 我想给他加点码 明天 他最得意的帮手 黄初流 就会被乱腐屁死 你真好 我 为了我 你兄弟 你也下得了手 不过 我也不想 你为了我 落下一个出卖兄弟 不讲义气的名声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过 杀人杀性 记得吗 你说 在这个世界上 周汉良最心疼谁 凡是男人 心里最软弱的地方 一定装着一个女 我们仔细调查过 她的红颜之己 叫董之霞 你说 如果董之霞被杀了 周汉良会怎么样 小张 今天你值班啊 对我是班 您来了 你们董经理了 他在办公室呢 谢谢啊 我们走 谁啊 志小姐 是我 进来 志小姐 都这么晚了 还没玩完呢 嗯 你怎么又送饭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忙完了我回去吃就行 我要是回去晚了 吃口剩的也行 那怎么行啊 阿良哥特意交代过我 要我把你照顾好了 你看这些饭菜呀 都是我刚炒的 还热着呢 行了行了 快别拿出来了 我这忙完了 咱们回去吃 回去吃个香 好 以后不许再损失的了啊 那怎么行 就算阿良哥不嘱咐我 我们家出流也不答应呢 哎呦 你看我这记性 我给两个孩子买了两套衣服 放在办公室了 我给忘了 我去拿啊 梅雅上车等我啊 那志小姐 你快点啊 不要 小姐 我帮你拿吧 哎呀不用了 没事没事 应该的应该的 谢谢啊 好 梅雅小姐 我先送你回去吧 不了 董经理马上下来 我们等他一会 好吧 开车 每个人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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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